大家好啊 蒋西南昌一个喜欢买彩票的人呢 得了2.2亿的大奖 创造了彩票行业的一个奇迹啊 我们一起来走一走啊 这个就是有人在街上啊 买买买书啊 研究一招这种从天而降的长法呢啊 大家会信不信啊 这种梦照见现实吧啊 就是让人非常眼红啊 最近蒋西南昌一个彩面 通过就是单压购买了49250注快乐8选7一个彩票啊 每注呢是4475元啊 这个人呢将获得2.2亿的这么一个奖件 并且啊就是说这意味着 他一次性将这个蒋天池给逃空了啊 堪称人类历史上的第八大奇迹啊 和即将列入第101未解之谜啊 这也是很多网友啊就是说啊 嗯 你信我是钱世皇 还是信他中了2.21亿啊 抽中了无数人的神经系统 各种程序啊作为概率上来说呢啊 不知道有没有专业的人算过这次伟大的奇迹 发生的概率的数据啊 这个彩票呢 就是说 非现场直播和这个延迟开奖啊 也有过被质疑的那么一个声音啊 就是说有人中点小钱改善改善生活 无可厚非啊 毕竟呢是对公益事业啊 反正就是说从常识判断吧 以及各种弊端层的这种层出不穷的发生啊 就是说是让很多人不至于单纯相信啊 就是有一招从天而降的如来神掌 这个彩票呢 反正 干脆了解吧 是2月2日啊 这个彩民在南昌 购买了5万柱号码 相同的快了8选7这样的外发彩票 当晚他所购买的呢 都中了是 反正单注奖金是4475啊 总奖金金额是2亿多 这位大奖得主表示啊 自己购买彩票啊 超过5年 家庭条件不错 养成了购买彩票的习惯 每周呢会购买三四次啊 每次呢 这个资金在数千到万元之间 由于就是这次中奖金额呢 过大啊 触发了这个县贝 单注奖金 只到了是4475元 领奖人呢 领2.2亿元 这个奖金 就是说 根据了解啊 他是一位老彩民 经常在这边就是购买彩票啊 感谢大家收看 大家收看 拜拜